当时也是有一位天主来的高僧 叫惠里尊者 他叫惠里禅师 他在杭州这个地方来建了五个道场 永福是其中之一 他当时从中印度来到杭州这个地方的时候 走到这个地方就发现这座山 他说这座山跟他印度修行的那座灵鳩山特别像 他什么时候飞到这里来了 所以灵鳩山的一个小风飞到这个地方来了 所以叫他叫飞来风 飞来风 他就顺着这个灵鳩山沿着这个山道往上 就兴建了道场 一连兴建了五个道场 永福是其中之一 叫灵鳩寺 灵鳩寺 就正对灵鳩山 下面的这个水边灵下先灵索隐 这块地方很广大 也是他其中一个道场叫灵隐寺 都有一个灵字 是这么来了 然后北高峰的山顶 我们这看不着 有个寺院叫灵顺寺 杭州有个杭州八景之一叫灵峰碳梅 在植物园这个范围以前叫灵峰寺 还有我们杭州老百姓最喜欢拜观音的地方 就是上天族 中天族 夏天族 最早就是三天族 三生石这块 叫灵山寺 四个灵 五个灵 灵鹅 灵鹅 灵影 灵顺 灵峰 灵山 天族五灵 这是飞来风了 就是飞来风了 飞来风脚下 你看他这个石头跟周围山上就不一样了 我们周围上的土跟石头结合的 他这个山上的都是怪石灵群 这个石头非常漂亮 真的 随便一块就是很美的太湖石 都是景观石 都是赏识啊 这都是赏识 所以说这块山峰就与其他地方不同 像是别处飞来的 就飞来的 就这一块特别聚集 它整个一片山就是一个大的太湖石 沿岸都有很多磨牙石刻 有磨牙石刻 有 我们去看看吗 可以去看看 去看看那个吗 好 我跟你们说 拍这个 这真的跟太湖石 它这么一样啊 玲珑 以前杭州这个地方是块海吗 这可能是海边的一块 湖底或者是海边 不然怎么会没有土呢 全都是石嘛 就是说跟太湖石的形成原理是一样的 对 灵鳩山 玲珑山 玲珑山 哎呀这名字起得太好了 文涛啊 文涛看到这种东西都着迷 哎我喜欢 这真的是赏识啊 你去看一看那个 这个是赏识啊 这多好啊 你看这个山 我来礼拜一下啊 用我的镜头来礼拜一下 哎 然后这个佛像雕刻绵延了一千多年 不断的 一千多年开枣历史开枣下来 菲来风的一尊标志性的弥勒菩萨 就是北宋时候开枣的 很大的一尊 哎呦 菲来风 我们怎么会没有游过菲来风呢 徐老师没来过菲来风吗 来过 他六六年来过 我们这种凡夫熟胎啊 跑到这里就到林荫寺里吃饭吃了 我也是 求各种各样的东西对不对 他们分类连点香都要分类 你到底是求什么啊 给你这个香 然后这边宝物就忽略给他 是的 我来过几十次杭州了 怎么从经常没来过菲来风 是老听说 所以说这个山是不是 不是印度飞来的不重要了吧 不重要 不重要 就是中国我们自己的宝山 太好了 佛教文化的宝库 太好了 哎呦 元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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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的悲客 元代的 元代菩萨像 你看他的菩萨像的莲花台都往上飞的 一种轻举之像 你看上面 上面那尊就很典型了 还有密教的 对对 就是密教 元代的大部分是密教照相 那这个尊一经说的是上面尊圣佛母 尊圣佛母 你看那个金刚手 金刚萨多 旁边的这个鞋式 往上台 看几块石头 你是不是身体要是吃不住 你就在这歇会儿 行 你们还下来吗 下来 马上就下来 下来 那你们上 行 好 那您休息一下 好 休老师 歇在半山 和佛待一会儿 对 看看这石头也好 这是咒 你们看到吗 这个咒 万古波涛痕 就是水冲击 这是看到了文涛老师的心坎里 这些石头 也太好看了 你看这一组 这一组你们也可以看 这个而且跟灵鳩山很像 印度灵鳩山 它山顶也是这样的 怪事顶石 印度的灵鳩山现在还是个山吗 还是个山 您去看过吗 去看过 您去看过 对呀 哎呦 我就喜欢石头 可能您觉得我会有点幼稚是吧 有批号是好的 对 你看这像不像个像鼻子 像 这个像 像大象的眼睛 是不是 但是它又是真的像金刚经说的那个无像 文涛老师寻石剂 文涛老师又顽皮了 你看那儿有块独立的 立起来的那个 孤风 那把石的 那孤风 是吧 那个就是摆到园林里特别漂亮 多好看的 哎呀 这一块 这个漏的 对 绝对 这个你们要拍拍 这个漏的 这就是灵气 所以什么东西 婉转连通 它就有灵气出入 因此这就是灵山 别有动静 哎呀 你看这个多好看 哼 这 这 这是作品 是吧 哈哈 你看 弄个紫檀的底座 对 你对了 然后转过来 这边朝下 对了 或者这边朝下 每个角 这要是个小的那个 每个角 你弄个底座 嗯 放在你的书桌上 多漂亮一个山 好家伙 这可以吃一个 可以吃一个 是这能吃吗 这能吃 这什么东西啊 这是山上的一种 一种拐枣 他们叫 吃的是这小球球 还是这个 不是 就是这个 就是杆 杆能吃啊 甜的呢 嗯 有点像红薯那样 嗯 石生木啊 这是石 石生木 把这个拍下来 你们有一个镜头 我跟你说啊 可以这样啊 就是 就是 就是这样 沿着这个脉络 沿着这个脉络 最后定格在这个地方 气势如龙 是吧 就气势如龙 哎呀 哎呦 哎呦 这是 这是我在杭州 最大的收获 对 小点 从这个 万古乱石中 开始吗 走出啊 行行 哎呀 这是神仙妹妹啊 神仙妹妹啊 琵琶精啊 琵琶精 那也换神医生 哈哈哈哈 来 飞来风顶 哦 哎呦 太好了 打卡成功 哎 这是 这像也有字吗 不是 没有 这摸出来的 有一些 像不像它 这根 感觉像有字啊 感觉像有字 如虫玉木偶尔成文 就像虫咬木头 偶尔成文 偶尔成文 所以中国的文字的发明 都尽于自然 就是传说那个 苍结造字 就是观察呀 天上的天文了 这个虫子爬 在叶子上爬的痕迹啊 蛇形的痕迹啊 所以你看大自然里 就有汉字的雏形 它不是字 看着像 我们写字什么的 有种笔法 我们叫做乌漏痕啊 那个乌漏痕 那个水从墙上渗得流下来 对 你的书法要写到那样的痕迹 就非常自然嘛 嗯 哇 这一面景观 哎呦 这是第一 这太棒了 这个 这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 这太棒了 这个 我的天啊 哈哈哈哈 这是雕树啊 这是 这是根吗 你看 你看这个是雕树啊 这就是那个疼 这太奇怪了 就是那个疼 啊 不是 不是 它在这里打了个结 然后 这太绝了 这个不断长 然后不断的腐 不断长不断的腐 它就形成这种激励 它为什么这么圆呢 它刚好转了个弯 自己把自己拧巴了一下 对 拧了一下 也有可能它挡到路了 被那个护林工人 把它扔到树上去了 呃 它还会开花 啊 开在哪里 开到它的藤上 挂下来 像紫藤一样的 哦 开那种紫色的花 然后还有一种 奇怪的香气 还有香气呢 香 腌萝卜的那种香气 我说它的花 所以说像刚才呢 您跟老公说 乾坤 以乾坤容我懒 这躺平 我就突然想起来 这法师真是在这请教你 你说现在 这个年轻人都说什么躺平啊 在你这个僧人比丘看来 这说法靠谱吗 这种说法不靠谱 那么说起来有点啊 有点消极和这种无为的感觉 实际上我觉得 躺平是针对现代社会的一种卷 是吧 我不想卷 我就想平 对不对 那它是一种对抗 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斗争 对 但是你说现在能躺的平的 有几个呢 对 它实际上是躺不平 它只是给自己一个时间空间 让自己想一想 我到底能做什么 我到底想做什么 我到底应该怎么做 把它想明白了再去做 念说法这个是我每天在思考的东西 就是您这几个问题 可能是不是这个年纪阶段 可能二三十岁 就是困扰自己的 其实就是这几个问题 每天都在想 你想躺吗 其实不想躺平 还觉得应该是一个 努力奋斗的年纪 但是像念说法说的 这几个问题 我其实都没有办法回答自己 必须在这个探索和努力的过程中 再去回答 所以才会在这个过程里产生焦虑 才会有时候 你现在的焦虑是什么 就比如说我到底要做什么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 比如我做这个合不合适 对不对等等 就这种问题 我的工作或者我的生活状态 我的追求等等这种问题 你怀疑你现在做的事吗 当下是坚定的 但是对于未来都是未知的 我不确定 我觉得很正常 实际上对未来的焦虑 每个人都有 因为未来确实是不可知的 你如果有个可知的未来 那是很可怕的 是的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在不可知的未来 你强迫要知的话 那就是什么 就是焦虑症 对不对 强迫要确定 对啊 那就是焦虑 就是我呀 所有的焦虑都是对未来不确定性 它强加一个确定 对 对结果要求很高 那要想做好事情 不是应该自己心里有个目标 然后努力追求实现心里的那个目标吗 但是你要知道 达成这个目标 你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探索尝试 认知 还有就是资源 比如说我是一个 她是一个女生 她一定要去唱一个 舞声的一个戏 唱不了 对不对 自身条件不足 这就是缘 没有 一开始就不行 缘分的缘 就是你要做成一个事情 实际上是缘 帮你做起来 不是目标 就是说你的能力了 能力是缘的一部分 还有一些资源 就是你能碰不到一个好的老师 能不能进一个好的学校 自身条件叫内因 外部条件叫外缘 因缘和合 这个事情就做成了 不成的话 不要过分责怪自己 因为你即便进到了百分百的努力 你只是满足了一个条件 对 但是一件事情的发生 可能需要一百个条件 虽然在生活当中 我们自己能够左右方向的机会很少 你小的时候 毛毛头的时候 你不可以 妈妈抱着要吃奶 要喂饭 再大一点 要上幼儿园 上学校 回老师管 对吧 你出来以后找工作 被老板管 对吧 你成立家庭 要被夫人和孩子管 所以人他始终处在一种什么 一种牵制状态 就是你表面上你在行走 你在驾驶 在道路上 但是方向盘上有很多只手 你可能自己有一只手 或者半只手 有的时候完全自己没有手在上面 所谓自在 就是这个方向盘在自己手上 对 可能吗 可能吗 可以啊 是吗 你不会觉得烦吗 烦它是一种烦恼 就像天上的一朵云 它今天在 明天就不在了 你能烦恼24个小时吗 不会 只是一种情绪 对 它情绪 尤其它一定有落 所以说生死在无常里面 烦恼也在无常里面 快乐也在无常里面 你认识到无常 就可以了 你知道烦恼 它也是展示的 你认识到无常 快乐也是展示的 所以你烦恼的时候 不会被烦恼说烦恼 你快乐的时候 就不会得以忘心 但是 人的欲望能消灭吗 可以 怎么消灭 他不是说消灭 你只要把一个拿起来就行 就是我 只要无我就无烦恼 之前好像有一个哲学家 还是文学家 我忘记了 说他发现自己 很多的烦恼 都是因为 发现那段时间 每天都在思考 自己的一些想法 就是想自己 想得太多了 罗素 罗素 对 他会发现 你当把你的关注点 从自身挪开 看向外面的时候 其实就没有那么多 想不开的东西 所以古代来说 对圣贤的标准 就是看他这个人 有没有我值 你的我淡薄了 你能更加有公众心了 为公自信 天下为公自信 这就是个贤人 你能彻底断除我了 这叫圣人 佛教也是这样评判的 啊 贤人跟圣人的差别是 就是我的 削减的程度不一样 贤人 就有我 还有别人 这叫贤人 啊 彻底无我了 那叫圣人 那是不是就是所谓的 有一句话叫做 入世 又出世 然后还有一句话叫做 世故又天真 其实我之前看到过 就是一个特别好的 现代人的一个状态 应该是这样的 你什么都见过 什么都知道了 但是你不成为那样一个 所谓的俗人那样子 你很世故 但是你其实内心 保有一些天真的东西 嗯嗯 心里是纯真的啊 对 跟世俗社会叫和光同臣 对 就你们出家人 对于现在到处都在讲的 这种佛系怎么怎么着 他们说的佛系 跟你们追求的 你觉得最大的不同 就一个字的差别 一个字的差别 我们叫随缘 他们叫随便 说的很有意思 是吧小点 是 是吧 他们现在很多人说的佛系 是随便 爱咋咋地 我们说的佛系 也是爱咋咋地 我们叫随缘 随缘 随缘 所以咱们今天来法师这儿 也是缘 缘分 您看到那么多石头 然后一路下来这样子 真是 我就想说这个 缘分 就是灵山 就更像何处密啊 就你到哪里去找灵山呢 灵山只在汝心头 今天我们上了一趟灵山 上了 就是感谢法师的接引 而且就是咱们就是生活 对咱们世俗人来说 就是因过寺院逢僧化 偷得复生半日先 你看看 这也是缘呢 谢谢 谢谢念山法师 太好了 太好了 了 芦衫 清雍正九年 浙都里位 创建湖山春社 为清代西湖十八景之一 元西为江南名石院 山石村寺 江南三大名石 咒云峰 陈列于此 右转 趋境通幽了 名石院 你知道吗 专门为了这块有名的石头 给它设个园子 咒云峰 形同云丽 文笔波窑 形态秀润 千去万人 咒云峰 我终于见到你了 Oh my god 我终于见到了 我以前没见到过 这个如果说这是英石的话 那是从英德 广东英德那一带产 英石 但那怎么可以 好像雕出来一样 形态 这就是天壤奇物 天地间的石头 不 有人也动一些工的 但是 可能也是顺他的形来 对对对 就是说中国人讲你动过人工的要像没动过的一样 对吧 嘿嘿嘿 哈喽 哈喽 中国人最喜欢用云 来命名石头 因为他就是说石头是云根 你看你该怎么欣赏啊 人家这说明都跟你说了 形同云丽 那就像云一样 文笔波窑 就是他你看他这个皱褶呀 是吧 像水波一样 像波浪一样嘛 对吗 形态秀润 你看他比较瘦啊 秀气啊 你看 你看你们有腰身的感觉 就像你们俩的体型两个美人 但是重要的一点 它润 哎尤其今天下了雨 你更能感觉到石头的这个石质 你看这个石质吗 石质的这个润 你看尤其像 涛哥已经融入了这块观赏石头了 我们拜一拜啊 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